137. 星島日報 五線供應商凍價將訂單校巴營運難價價一成 2015年7月15日星島教育F01新學年家長要為子女預備課本、校服等開學必須品外 不少學校均要為學生安排校巴獲在校五線 有五線供應商連續三個學年為遲原價 每個飯盒平均約17至18元,成功吸引更多學校訂購 以開源節流的方法控制成本 記者落景美利飲食服務有限公司上學年為29所中小學提供五線 每日供應約一萬個飯盒 營運經理王小姐指,收食材成本上漲與最低工資的調整 的確對經營成本帶來不少壓力 直言,什麼食材都這樣貴 他舉例子,公司現時每星期為學生提供一至兩次水果 近年蘋果香蕉等來貨價都上升不少 但未了吸引學生訂飯 公司沒有將貨就價改用較便宜的水果 黃小姐指,面對市場的激烈競爭 過去兩年均沒有加價,新學年亦決定維持原價 飯盒價錢平均17至18元 期望以較優惠的價錢吸引更多學校選擇 擴大市場份額,抵消成本開支的上升 食材漲價低支調升他透露 由於大型五線供應商將在新學年加價 因此截至現時,美利在新學年已成功取得 十一所新學校的標書 亦對前景感到樂觀,但藥食材價格繼續上升 不排除公司會在在下一個學年加價 然而,校巴的經營運環境就比較惡劣 專營校巴服務的康和旅運有限公司 現時為三十多所學校提供服務 車隊有近六十輛校巴與保母車 負責人鄧梅碧下指,新學年將會加價約一成 家福較去年低,他坦然現時的經營狀況非常艱難 因應最低工資上升,司機與保母的薪金分別升至約一萬二千及六千元 加上郵費、保險費及公車等開支 校巴服務基本上是無利可逃 需要兼營旅遊巴服務,鄧梅碧下指 新學年齡元將五輛校巴閒置作後備,以減省支出 對坊間指校巴經常出現零投標 學童車協會有限公司主席梁剛子 現時市場上的校巴的數量其實相當充裕 只要乘搭人數足夠,校巴公司非常願意承辦 奈何因息零學童減少,令乘搭校巴的人數少得難以經營 他表示,因應經營成本上升 新學年保母車車費平均加價一成之一成半 大型校巴城辦相關中巴士回應指 新學年車費將溫和增加百分之五,與去年相約 新學年代表現